这个叫做止病 好 那第四个叫做灭病 若父有人做如是言 我今涌断一切烦恼 身心必尽空无所有 这是了解到四大皆空嘛 内在的身是四大 外在的进也是四大 四大分灭的时候 请问你这个身在哪里 进如果分裂的时候 没有进 对进怎么会起 那个心又在哪里 所以从这边去看 身心都是空的 认为透过这样的一个灭忘 就一切永极啊 从自己的身心是空 到外面一切静也是空 一切都极灭了 就已经何于真如自信 欲求圆绝 这个叫做灭病 这是落在二生的修行者 叫做成吉守空嘛 他跟前面所讲的 所谓的止 止病 相同的一个关键就是 都不能随缘起大用嘛 那唯一的差别 在功夫的身跟弱 止望念 四空天的天人 对义理了解不够 他是靠强大的定功 把这个望念 给他暂时吸住 这个叫做止 可是那个念还在不在 在 所以有一天 那个压制不住他的时候 天府响尽 那个望念又会再出来 可是这个灭病是 阿罗汉小果人的修行 他已经彻悟身心 世界都是虚妄不实 所以跟成相遇就不起心 不动念 他就守在这个空的当中 就不能够随缘起大用 去兼爱天下 这个是落在灭病 所以比原觉性 非吉相故 说明为病 就我们真如而言 本来就一切法 都是吉念的 是自己的念起来了 才带动了这些的静的一个产生 所以只要自己的心 能够掌控住了 你让真心做主 真心做主 真心理念 可是真心在遇到一切境界的时候 能够恰如其分的发挥大用 有事他就承担责任 没事呢 他就回过头来 射心一处啊 这才是真正学到的人 在修行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现在就要锻炼 你不要说 我修完阿罗汉的成空手机 我再来去行 大圣菩萨道的度化众生 不是这样子的 一个错解 你本来就是了解的道理 就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 空甲中 就次第要把它行诸于外 否则你一个观念 长期根深蒂固 有一天你到了 阿罗汉那个境界的时候 你说不定就化地为界了 你就不会再继续去往上提升自己 所以离四病者则之清净 真正能够在修行的路上 不去触犯这四种盲点 你才能够振入到真如里面的一个清净 做事观者名为正观 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依佛陀所说的 他是正确的观照功夫 不依佛陀所教的都叫做邪观 邪观就是魔说的意思 所以综合这四病 它是在阴地里面讲 这四种用功的方法 确确实实是你阴地修行 要去医行的 可是你在火地上这些东西 你都要放掉 所以迷的时候 它是要 你悟的时候还要继续服药吗 你要拿掉 那你现在必须认清楚 你我处在迷 还是处在悟啊 所以不要看这些东西讲不好 要一切都不做了 这些都是我们在学到过程里面 要实时去关注自己心念的变化 你掌控了自己的心念 分别了邪跟正 你的行为就不会出问题啊 所以正观是帮助我们成佛 如果邪观呢 好一点落入到魔道 糟一点连做魔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善男子 末世众生欲修行者 应当尽命供养善用 尽命就是全心全意的去接近善知识 是善知识 是战知识就是跟善知识学 阿难问是佛及兄弟 那个是佛就是学佛 不是教你怎么样去照顾释迦牟尼佛 是你跟在佛徒的旁边 你去佛学佛的四威仪 学佛的正知见 所以是战知识 就是教告诉我们 你接近善知识的目的 就是要取法于他 比善知识欲来清静 因断较慢 若负远离因断称惠 如果有善知识靠近我们 你不要觉得我很了不起啊 你看你们都想靠近我 这是我向很重啊 那如果有一天这个善知识觉得 OK你已经差不多了 别人还要教 他就跟你疏远一点 花了多一点时间 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你就因为嫉妒而且称恨心 各位前行人 这都是我们一般人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同样的这一句话 前行人们去想想大学里面 孔夫子有讲 他说嘛 君子有大道 必交太隐私之也 什么叫交太 就是我向啊 交慢也是我向 称恨也是我向啊 是不是 所以各教圣人所说的 名相不一样 但是内在的含义 是如出一辙 他说现逆顺境 现逆顺境就是 善知识的视线 靠近我们是顺的 离开我们是逆的 视线善法是顺的 视线过错是逆的 这个顺利就由你去解了 他说犹如虚空 了知身心必尽平等 与诸众生同体无异 不论你今天接近善知识 或是离开善知识 在一切顺境逆境当中 你的心如如不动 那代表你没有我向 没有我向 那么在境界风吹动的时候 你就巴风不动了 那颗心就代表 心量一个宽广 为什么会心量如此宽广 因为你在透过过去 善知识的引导 你明白知道 自己的身心世界 跟善知识 跟所有一切的众生 都是同体无异 来处是一样 同是一个圆明的决心 行书体不书的意思 你觉悟到这里 如是修行 方如圆解 那个时候 你对于一切众生的爱 无远佛界 不分形体 不分好坏 没有责别心 因为没有责别心 就能够去因财师教 为什么 因为你所觉悟的道理 跟我们的真如是合的 它就能够唤起 自信 妙智慧的作用 因为没有无名的覆盖了 所以眼前我们要去除的 枝末无名 就在于我向 所以一定要在一切日常生活 衣食住行 顺境逆境 现前的时候 去勘考 勘察自己 当时那一刻的念头 定位在哪里 顺境会骄狂 逆境会称恨 这些都是我向的一个作用 那个都是人心 所以善男子 漠视众生 不得成道 有有无始 自他 正爱 一切种子 不未解脱 我们现在修行 以我们在国经上看到的 过去生 我们走修行的路 已经走了很久了 那为什么走这个修行路 一直没有显著的成就 最少没有脱离六道轮回生死呢 原因就是 阿赖爷里面的 那个我向没有去 我向没有去 就会有爱政取舍的 心念跟行为 所以不得成道 所以你现在不要去这些东西 那你来生还要摸索一次啊 这些东西你不要仰仗 佛陀会给你力量 佛陀只能给我们道理 力量来自于自己的一个坚决执行 所以人生有三自在 这三自在是你看透舍得跟放下 你自信的自在就会现前 可是讲一讲 六个字要做各位前嫌很难 如同后学一开始跟各位前嫌分享的 好好坏坏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你不要沉免在过去的辉煌 乐不思归啊 你不要沉免在过去的一些的逆境 或者自己的作为心里有所遗憾 不要啊 未来的事情在未到之前充满了变数 你做再多的憧憬都无意义啊 你想想看你的一生有你支配吗 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尚且控制不了我们自己 所以过去未来不需要琢磨太多 重点在于你现在所拥有的 你有没有好好珍惜 所以可以学 可以历练的时候 就不要被一些红尘俗事给干扰 如果你错过了这一段的时间 你的来生可想而知的 也只是另外一个轮回的开始 而所有的遗憾就在盖棺论地 一口气不来的那一刻 你就知道你人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把握当下好好修道 若父有人观比愿家 如己父母心无有二 急除诸病 要去除我相 去除爱政之心 那个造成我们六道轮回生死 关键的一个最好修行的方法 就是把所有你厌恶的人都当成你的亲人来看待 做得到吗 我就气死他了 我还把他当成我爹娘呢 所以就告诉你 难行能行 你做到了 你就把我相给去了 好 所以余诸法中 自他正爱 亦父如是 前面讲 把自己的冤亲 把这个冤家 当成自己最爱的人来看待 那是破了人我相 那后面这一句 如诸法中 自他正爱 亦父如是 就是不要有一个门户之见 所谓的 这个通达涅槃的这条路 每一个人领事 因缘不一样 只要依行着圣人所说 如理如法修行 去做就好了 不用在那个当中 起一个你高我低 我高你低的分别性 不需要 你就去除的法碍 因为各教圣人所说 都是教我们如何 先解决现实的烦恼 你没有现实的一个烦恼困惑 你没有见思惑 你就出六道轮回 每一个圣人所教的 都是这个 而这些东西 你慢慢靠近核心 就会知道了 你自信本来 没有这些烦恼困惑